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公开宣称 要彰显德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存在 这恐怕将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好的联想 我愿再次强调 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发展必要的军事能力 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 完全正当合理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所享有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借口 损害中方主权 危害中方安全 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